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传统上是被用来当早餐吃的 它通常是被报纸 麻将纸或香蕉叶包住卖的 有些餐厅把它剩在盘上当午餐或晚餐吃 让它有机会被认为是一大家肴 第二 沙爹沙爹是传统马来美食 腌好的牛肉 羊肉 鸡肉串成串 以瓜度的火厚炭烤后 最最重要的就是要占一层厚厚的沙爹酱一起入口 沙爹酱由花生酱 椰酱 又虾等调制而成 香醇无比 吃了肯定令人眷恋不已 享用一串串沙爹的同时 再配以爷爷或斑兰叶包裹的传统马来米饭 小黄瓜及洋葱等 入口的沙爹味道更加分明 第三 印度煎饼 印度煎饼是重圆扁形的煎饼 是马来西亚妈妈党的一重受欢迎的食物 它被用来当早餐 午餐 下午茶与晚餐 常被用来与拉茶或冰茶配着一起吃 第四 珍多冰 珍多冰最基础的配料是在爆冰上加入绿色粉条 你传统珍多冰之粉条乃用糯米粉所制成 并以斑兰叶等食用色素染色 而且多食用红绿两色 在林爷之最后撒上棕糖集成 红豆 玉米 糯米和仙草可作为选择的辅料 第五 勒购拉克萨 勒沙又称拉沙有非常多不同的种类 不同族群和地方对于勒沙的做法和味道也有极大差异 一般马来西亚华人所指的勒沙多为卡里勒沙或亚三勒沙 第六 竹筒饭 竹筒饭的做法是在竹筒里倒入糯米 野奶和盐 然后放置柴火内烧烤的 为了放置糯米饭黏黏在竹筒 并同时也为了增添香味 再倒入糯米前会在竹筒内为一圈香椒叶 第七 满坚果是煎饼的一种 使用已发酵的面糊倒入圆形尖盘上 让面糊受热发胀而成 其馅料多以炒香的花生水 这汤及罐头玉米粒为主 第八 马来糕点 此糕点是用糯米制成 内部的一状馅料未融化的椰糖 传统的做法是将糯米团包裹上块状的椰糖再揉成圆形 放置水里煮熟之后 沾上早已爆好的椰丝 其绿色的表皮是因为使用斑蓝叶的汁液染制而成 第九 乌达乌达 是一种以鱼肉泥与各种香料混合 放进香蕉叶或雅达叶包裹 拿去炊蒸或烘烤的食品 第十 薄饼 薄饼是马来西亚很普遍的小吃之一 乍看之下很容易误以为是还没炸过的春卷 其实基本做法就是把不同的食材依次摆放在一张薄薄软软的薄饼皮上 然后卷起来 喜欢这影片吗 立即订阅频道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